Klai不要再打先發打替補 K-Tong不要再先發不行 怎麼可能 他一定就是先發他不肯打替補 至少今年跟明年不會 K-Tong不要再先發不行 怎麼可能 他一定就是先發他不肯打替補 至少今年跟明年不會 如果要看一名頂星的球員 半個賽季就要去跟他講說 你就本季替補 我是覺得不太可能 因為他的薪資不太可能說打替補 再加上他在這支球隊的核心的作用 打替補是怪怪的 但有時候打不好是試試 可是也不是只有他啦 K-Tong速度有編滿4 因為上次直播才聊過 通常過去2號位的 你到年紀之後 或者是到你之前的後段 都會打到3號 Tristin McGrady是這樣 林斯卡德也是這樣 他們這個年紀要對位到 更年輕的2號位 都會被打替 用速度過年 不是他的防守態度的問題 是他的速度會明顯變 而且他又受傷 等等都是什麼 所以 包括Tristin McGrady 跟林斯卡德 他們直接上來的後期 都是打所有的小前鋒 聽說勇士隊下個賽季 要續約 Jodan Paul跟維晶 只能二選一 維晶有可能會被交易 我一直有講說他有可能會被交易 我從很早之前 Kuminka的那部影片也可以去看 其實我覺得只要Kuminka練起來 就是維晶要走了 就是這樣 因為不可能全部的人都留 我們這樣講比較快 不可能全部的人都留 那家鋒認為維晶可以換到什麼 這不確定 但可以確定就是他一定會換風險回來 為什麼 因為Kuminka還沒有穩定到 你可以把責任都壓在他身上 如果有一天你真的要換走這個 Wiggins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Jodan Paul 他有可能他要去適應這個第二任的角色 前幾天他接受媒體訪問的時候 他會講說他在適應這個先發跟team 因為有時候先發有時候team 就是部分 那實際上我從球季初五就覺得應該 我覺得如果我是總教練 因為我不是啊 如果我是總教練 我會讓JT也打小心前發 我會在球季初的就讓Jodan Paul 適應第二任的角色 我不會等Key湯回來再適應 這是我自己的看法 那目前看來他在調整 也沒關係 也沒關係 因為目前看來就只要留他 如果Key湯沒有辦法延伸3號 或者是Steven哥就是我要堅持 讓Jodan Paul打team 而不是Jodan Paul 因為Jodan Paul其實身高是有的 而不是讓Key湯 Jodan Paul 可以讓這三個打1 2 3號 就一定要有名球員 就是他適應team的作用 那適應team最好的 就是像我們這兩天看的 Stevenson Dune這樣 你要上來要很瘋狂的看 而且效率又要高 這很多東西 這就是 包括這個過去 我們在看這個Ru Wenz 就是這樣的 Jermaine Crawford也是這樣的球員 所以 要打team其實是 不只是你自己人能力的問題 很多時候是心態 這很多東西 上來就要乍分那個東西 很多時候是做不到的 就是你的熱身要快 熱氣要快 包括80dm這個什麼微波爐 就是一上來就是我要標分這樣 這樣很多東西 大概是這樣 目前看起來就是 如果真的要教育 就是一定要拿風險 因為 不管這個風險的能力 幹嘛幹嘛 是不是什麼明星級 是不用那樣思考 你只要有足夠 換兩名風險花 即便是那種5、6百萬 7、8百萬 我覺得都OK 因為你自己還有小Potter 你還有這個Potter 你還有這個Kumiga OK 這樣很多東西 而且 只要努力專門是健康的 其實嘴硬應該是先發四套 所以你的風險不至於會缺的 關鍵在於 可以讓自己延伸到三 所以我自己的幹法 就是你把它送走是OK的 後場不用再補完 好像後場不用再補 拿前場的千萬回來 可以跟我說你好嗎 還不錯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